马尔代夫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后院 印度洋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可能很小 但这并不是给你欺负我们的许可证 说实话这句话很有杀伤力 也很有针对性 小编看到 美联 路透 法新等很多国际媒体 以及印度各大媒体都予以了高度关注 因为说这话的不是别人 他是今年中国迎来的第一位外国元首 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在回国后的记者会上 穆伊兹很悲愤地说出了那句话 一股悲壮扑面而来 说的是哪个国家 肯定不是中国 穆伊兹这次访华取得了圆满成功 而且他下句话就是 中国很尊重马尔代夫的领土主权完整 那哪个国家在欺负马尔代夫 穆伊兹没有说 但很多国际媒体的目光都投向了印度 小编看到法新社有句话说得很直白 穆伊兹的中国之行是他的首次国事访问 他在返回首都马内时表示 马尔代夫不会被吓倒 显然是针对印度的 因为印度正在收紧 针对马尔代夫的绳索 在穆伊兹访华之前 莫迪就突然去了趟拉克沙群岛度假 之后还特意在社交媒体上给该地进行宣传 称所有印度人都应该将这个地方作为旅游的避选地 要知道 这个地方离马尔代夫可谓是非常近 而马尔代夫一直是以旅游业为主的 且印度还是其三大客源之一 印度游客对于马尔代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莫迪这样的行为完全就是在分散马尔代夫的印度客源 是对穆伊兹的一种报复 印方的行为当时就引起了穆伊兹政府内部的大为不满 三名副部长直接在社交媒体用贬损性言语 对莫迪展开了报复 双方一来一往导致局势大幅升温 最终导致印度国内出现 拒绝在去马尔代夫旅游的声音日渐高涨 自家经济发展的根基被触碰到了 穆伊兹政府也不得不稀释宁人 停掉了三名副部长的职务 但这种压力真能让马尔代夫屈服 据媒体报道 穆伊兹已经明确要求 印度必须在3月15日前撤走在马尔代夫的所有军队 考虑到外界肯定揣测 这是不是与中国有关 下一步中国会不会派军 穆伊兹也很明确地说 他从没要求中国派军到马尔代夫 从现在穆伊兹的回应来看 访华过后明显底气更足了 对于自家旅游业的发展 穆伊兹更是直接将希望寄托在了中国身上 称希望能在新的一年 增加从马尔代夫直飞中国的航班数量 让中国成为马尔代夫的第一大客源来源国 为什么是中国呢 首先 中国从十几年前开始 支援马尔代夫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 包括连接首都马类岛与机场岛的跨海大桥 极大增加了马尔代夫对中国的信任感 其次 在2019年疫情之前 中国游客一直是马尔代夫 入境游客人数中最多的 消费能力也强 只是在疫情之后 印度游客人数才超过了中国游客人数 但在2023年 中国游客人数迅速回升 已经逼近列第一位的印度游客数量 未来继续成为马尔代夫第一游客提供国 毫无悬念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相关言行或表态 但从客观上来讲 穆伊兹选在访华之后向印度开炮 绝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 穆伊兹访华时 中国重点提到了一句话 那就是 我们坚定支持马尔代夫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 民族尊严 这句话不仅给马尔代夫挺直腰杆的底气 也是对印度的一种提醒 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国 就可以随意欺负印度洋上的小国 搞以大欺小那一套 另外 穆伊兹上周访华期间 与中国签署了20项协议 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 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合作 对马尔代夫来说 这可是一件大事 因为此前 马尔代夫在这些领域非常依赖印度 如果印度不开心 随手就可以教训马尔代夫 正因为与中国的关系 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加强 才使得相对于印度来说的 弹丸小国马尔代夫 更加有底气拒绝印度的不合理要求 更加坚定地要求印度驻军 一个不留地撤出自己的领土 其实不管是马尔代夫 还是其他的南亚国家 对于印度的不满早已出现了 只是穆伊兹的当选成为了一个爆发点而已 过去印度在南亚 完全配得上小霸王这个称号 比如说2015年尼泊尔大选 印度就对尼泊尔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封锁 强迫尼泊尔按照印度意愿选择领导人 马尔代夫更是如此 1988年印度军队进入马尔代夫 试图以此来影响该国选举 甚至不久前 印度还对斯蒂兰卡发号失灵 要求其不许中国军舰在该国港口停靠 如今马尔代夫选择脱离印度控制 也不乏是对这一情况的反抗 此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 马尔代夫选择将中方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对于中方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于我国而言 在海上一共有两条生命线 一条是从亚洲通过印度洋到红海的贸易线 一条则是从印度洋到波斯湾的能源线 过去 我们总说马六甲海峡风险很大 但是这两条线路 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得穿越印度洋 甚至马六甲海峡 我们可以通过中缅油气管道绕开 而过航印度洋 我们却无论如何都躲不开 所以印度洋对于中方而言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而马尔代夫这个国家 就紧贴印度洋的主航道 位于印度洋中心的战略位置 对于维护和促进我国海上通道的安全至关重要 所以 与马尔代夫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不仅可以提高我们在这一海域的影响力 还有利于保障我国的海上交通安全 此外 通过与马尔代夫的合作 我们还能在该国建设海上物流中转站和补给基地 这样不仅可降低航运成本 提高效率 还有助于增加我国对海上贸易路线的掌握能力 就经济层面而言 马尔代夫优越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 也能为双方带来巨大的合作潜力 进一步促进两国经济的互补发展 总之 中马之间的合作 既是基于共同的发展利益的 也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下的最优选择 我们也希望 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两国可以创造一个互利共赢 和谐稳定的地区环境 为区域和平稳定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 对于印度总理莫迪来说 如今是相当尴尬 莫迪一直试图让印度要超过中国 从2020年开始 印度总理莫迪认为印度有了超越中国的机会 为此对于中国采取了高压的态势 显然印度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 在国与国的交往中 印度得罪了太多的国家 以至于如今马尔代夫都敢和印度交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